今天到自家果园里面来在谷了 因为过两天好像下雪了 再不再的话到时候再不下来了 因为我们这个是在山上面的 一下雪的话咱就下不去 这就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好重哦 这天的洞啊 这么远的洞啊 好重啊 这里的洞 脚都转了 太累了 跳动了 三脚下去 这里其实有路的 这个下雨天三脉摩托车上不来的气都传不出来了 走了娃子 开了 已经跳了一半了 衣服全都湿透了 唉 我老爸来接我了 我跳不动了 越跳越重 我哈麦去吧 半一斤 半一斤的 咱们咱这个不发光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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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斤就这么费的嘛 没想到是一百斤 今天就摘了大概有三十百斤吧 哈完以后再去摘 自家果圆去摘 想摘多少 摘多少 想什么时候去摘 就是什么时候去摘 电话好痛啊 坐回家 外部摘过去 没有 我摘了 你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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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了 你摘不摘 摘了 摘了 你摘了 摘了 你摘了 摘了 不要让别人知道 你摘了 你什么时候有钱的 纯的 纯的 你纯的 我钱交给你 帮我纯的 你说交给你奶奶好了 我不给你吃 我交给你 对你有信任 你对奶奶没信任 我有信任 怕她别用了 我给你保存着 多少钱 你这手好 一百 一百二十 一百四十 一百五十 两百 两百一十 两百二十 两百三十 大家都看到了 今天田徽 给了我两百三十块钱 还存四方钱 这么小小年纪存什么钱 你没结婚 存什么四方钱 存着给你用 上次有 那你给我存着 上次四十块钱 两百七十块钱 一共在我这边 存了两百七十块钱 到时候过年的时候 给你 你不要想着存四方钱 小小年纪 要把学习放在第一位 是吧 我就回去了 不要 我要回去了 没有 我回去了 我妹妹 你妹妹刚才打电话 催我了 还比妹妹 刚才不想 你这个叫男哥 妹妹 我家依依就说 我说 我说 你就喜欢田徽 不喜欢我 所以说你不要欠我 我回去了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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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去了 明天我再上来 啊 拜拜 拜拜 拜拜